中秋佳节临近,家庭团聚的时刻即将到来 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我们不仅要准备美食和月饼 更要清理家中不再需要的物品,以迎接新的开始 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进化和更新 让我们一起放下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吧 今年9月17日,让我们与亲朋好友共享团圆时光 享受这个美好的节日 一,中秋节的由来 中秋节,这个充满诗意的传统佳节 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人们对团圆和丰收的美好祈愿 早在帝王时代,春季便有季月之仪 象征着生命与自然的和谐 汉代时,中秋节这一名称首次出现 而到了未尽,每逢月满之夜 人们便会聚集一堂,共同庆祝这个时节 唐朝时期,赏月之风更是流行 人们在这天聚会十九欢歌,共赏明月 北宋定下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 此后,这一传统节日逐渐深入人心 成为了民间盛大的庆典 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丰富多彩 从祭月,赏月,到品尝月饼,观潮,点灯笼,玩耍兔儿爷,燃放豆香 每一项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月饼,作为节日中不可或缺的美食 更是承载着合家团圆的美好寓意 那首耳熟能详的歌谣 八月十五月而名 爷爷做得月饼甜又香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便广为传唱 月饼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中秋佳节 不仅仅是团圆的象征 也是传奇故事的宝库 传说古时候 天空中出现了十个炙热的太阳 连绵不断地酷暑 让农作物无法生存 人们生活在绝望之中 英雄后裔 心怀民众 决心解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攀登至昆仑之巅 凝聚全身的力量 展现超凡的剑术 连射九日 令其坠落 只留下一个太阳 恪守天际 带来光明 因此 后裔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与爱戴 成为千古流传的英雄 在古代神话中 后裔是一位英俊的英雄 他的妻子嫦娥 以美貌和善良著称 许多年轻的勇士都慕名而来 希望成为他的弟子 其中也包括了心怀叵测的彭蒙 一次 后裔前往昆仑山 寻求长生不老之树 恰好遇见了王母娘娘 王母赠予她一颗 能够令人飞升成仙的神药 但后裔不忍离开嫦娥 便将神药托付给她保管 嫦娥小心翼翼地 将神药放入梳妆台的秘密抽屉中 不料彭蒙趁后裔外出打猎之际 持剑闯入宅中 逼迫嫦娥交出神药 在危急时刻 嫦娥果断地吞下了神药 她的身体轻盈地飘起 穿过窗户 直冲云霄 当夜幕降临 后裔回到家中 得知嫦娥已经飞升 她悲伤欲绝 仰天长叹 呼唤着嫦娥的名字 她惊讶地发现 当晚的月亮异常明亮 仿佛能看到 嫦娥在月宫中的身影 她试图追逐月亮 但无论她如何努力 总是无法接近 最终 后裔只能在 嫦娥中爱的花园中 设立相案 摆放她喜爱的甜食 和新鲜水果 寄托对嫦娥的思念 村民们听闻 嫦娥成仙的故事 也纷纷在月光下祭拜 祈求福祉 这便是中秋节 赏月习俗的起源 中秋习俗繁多 留意以下几点 以尊重传统习惯 避免不及之兆 记住这些忌讳 让我们的节日 更加圆满 一 不要剪指甲和头发 在中秋节前后 传统习俗建议 避免修剪指甲和理发 这一习惯 源于对简字与黏字 在发音上的相似性的忌讳 人们认为 这可能会不利于运势的延续 因此 在这个时期 保持一切如常 以期好运连连 二 不要说不祥的话 避免提及任何可能 带来不幸的话题 如悲伤或疾病 这个节日 象征着快乐 与家人团聚 因此 我们应该用乐观的语言 来庆祝 相信这样 能带来好运 和正面的影响 让我们用希望 和喜悦的话语 来装点这个美好的夜晚 一 不要争吵和生气 在中秋佳节 家人相聚的温馨时刻 应当珍惜和睦相处的机会 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 避免任何争执和不快 让家庭氛围更加融洽 选择与亲人好友欢聚一堂 享受这段难得的快乐时光 共同创造美好回忆 四 不要访问丧葬场所 中秋节期间 按习俗 避免踏足墓地 人们相信 这样做 可能会影响家庭的运气 在这一天 我们应该以其他形式 纪念逝去的亲人 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思念 这样的做法 既能保持传统的尊重 又能在家庭中 传递积极的情感 五 不吃的三种果品 中秋节是一个重视饮食的节日 但也有一些不应该吃的果品 下面列出了三种 在中秋节期间 应该避免食用的果品 苦瓜因其名字中的苦字 象征着磨难和不幸 所以在中秋节期间 避免食用 以免影响节日的喜庆气氛 同样 扬眉音与仰慕同音 可能会被误解为 一种不利的象征 因此也建议在这个节日中慎选 至于西瓜 其名字中的瓜字 与离谐音 可能预示着离别 所以 人们通常会在中秋节 避免食用 以维护家人团聚的美好寓意 这些传统的饮食禁忌 反映了中华文化中对于言词 与符号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满月照亮希望 心愿自此成真 中秋佳节 赏月乃是传统习俗之一 人们常将满月视为吉祥之照 象征着家庭团聚 生活圆满 及幸福美满 在这个充满魔力的夜晚 大家齐聚一堂 仰望星空 许下心中所想 期盼运势亨通 财源滚滚 中秋之际 也是人们祈求运气与财富的美好时刻 众人坚信 通过传统节庆活动 如放飞孔明灯 赛龙舟 敲鼓喜迎神明 制作粽子等 能够招揽好运与财富 在这个节日里 幸运与祝福交织 中秋节 不仅仅是一个庆祝的日子 更是一个通过各种民间活动 如武师 舞龙 传统表演等 增添欢乐与庆祝气氛的时刻 同时也是人们通过祈祷 来迎接好运与幸福的时刻 其中 中秋舞不放是一个特别的说法 意味着在这个节日里 有五种东西是避免摆放的 以期财运亨通 人缘兴旺 传统上 无论家庭财富如何 都应遵循这个习惯 那么 这五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中秋节 不仅仅是家人团聚的时刻 也是一个寄托祈愿的美好时节 无论是餐桌上的佳肴 还是装饰品 都寓意着吉祥和幸福 因此 避免摆放某些物品 主要是与食物相关 因为中秋节 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美食的盛宴 通过月饼的多样化馅料 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但中秋五不放的具体内容 还需进一步探索 这个习俗 不仅反映了中秋节的文化内涵 也体现了人们对于节日的尊重和期望 一 不放 在中秋节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刻 我们会准备丰盛的水果盘来庆祝 但是 有一种水果是通常不会出现在这个盘子里的 那就是梨 因为在中文里 梨与梨同音 而梨意味着分开 这与中秋节团圆的主题相悖 所以 在挑选水果来装点节日的果盘时 我们会避免选择梨 以符合节日的寓意 保持家庭的和谐与团结 二 不放 餐盘上不放咸菜 在家庭团聚的盛宴上 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食 但有一种食物是例外 那就是咸菜和腌制品 这些食物曾是物质匮乏时期的替代品 象征着过去的艰难岁月 现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更倾向于享受更加美味和高质量的食物 这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 也反映了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 因此 在这样的聚会上 咸菜和腌制品通常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以彰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珍惜 三 不放 剩下的月饼不放 在桌子上 虽然我们可以把中秋节理解为是吃的一个节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地去浪费 比如说 在吃月饼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讲究 我们在吃过之后 剩下的月饼不要放在桌子上 以免遭来虫蚁 同时也容易招来各种毒虫 人们再去吃的话 也容易导致身体不适 这样的话 也容易导致月饼的一个浪费 不管家里是否富有 节约是美德 我们应该去发养 四 不放 团圆宴上不上狗肉 在传统的团聚晚宴中 狗肉从不出现在餐桌上 这一习俗在我们地区已流传甚久 其背后的信念认为 狗具有灵性 并且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因此不宜食用 而且 从健康角度考虑 中秋节期间 避免食用狗肉 也是有益的 因为狗肉属于滋补食品 而秋季天气干燥 食用后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 如上火等症状 五 不放 在餐桌上 我们通常不会只摆放一瓶红酒 无论是家庭聚餐 还是宴请客人 单独摆放一瓶酒或一道菜 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例如 在各种宴会上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饮料和酒通常是成对出现的 这象征着好事成双 即便是在家中举行的团聚宴会 我们也应该遵循这一习俗 准备成对的饮料或红酒 是否品尝它们是一回事 而如何摆放 则是另一回事 这是我们的传统习惯 特别是在中秋节这个时期 有两样东西 我们绝不能在家中摆放过酒 否则每多留一天 就多一份不祥 务必记住这点 古董的来源 对于收藏者来说 至关重要 合法获取并妥善展示的古董 不仅能够为居士 增添一份历史的韵味 还能显著提升居住环境的品位 然而 那些可能来源于非法渠道的古物 其背后的故事和历史 可能会给现代的主人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特别是那些曾作为陪葬物的古董 他们可能携带着过去主人的烙印 将不祥之气带入家中 影响家庭的和谐与财运 因此 对于热爱古董的朋友们 建议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收藏 以确保安宁与尊严 这样 既能享受收藏的乐趣 又能避免潜在的风险 剪刀 这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工具 几乎是每个家庭必备之物 无论是裁剪布料还是剪纸 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使用后 我们必须妥善保管它 最好将其放入缝纫箱或抽屉 避免随意摆放在桌面上 因为锋利的剪刀若不慎处理 可能会破坏家居的和谐氛围 甚至影响到家庭的财运和好运 因此 为了保持家中的和气和吉祥 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收纳习惯 不让剪刀随意放置 以维护家的温馨与安宁 邀请五帝之财入户 为家宅带来吉祥如意 财富源源不断 五帝前具有强大的镇宅作用 无论是化解风水不利之气 还是增进家庭的财富安宁 都能发挥出其独特的功效 红色象征着喜悦与胜利 忠诚与勇敢 常被认为有辟邪转运的力量 五帝前的威力 结合鲜红的中国节 其法力澎湃 它能够从本质上 提升先天的财运状况 激发人们后天的财富潜力 祝愿您财运亨通 财路连绵不绝 古语有云 犬年迎五帝 财富自然质 这句话寓意着 在苟年迎接五帝前入户 便能够为家庭带来 连年的好运与财富 将五帝前悬挂于 家中的客厅 办公室 卧室或其他被视为神圣的地方 能够吉祥驱邪 增进家运与财运 进入2024年 东南方位将迎来八百星的吉祥 尤其在农历的二月 五月和九月 此时在该方位摆放五帝前 不仅能够转运提升气场 还能够招财进宝 为家庭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与繁荣 在卧室床头放置五帝前 更有助于驱除不祥之气 使家庭运势日益向好 财运亦随之兴旺 特别是对于夫妇之间 放置五帝前 不仅能够促进财富增长 更有助于家庭和谐 确保家人安康 财气满盈 在此分享结束 感谢您的关注 若喜欢此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或分享给亲朋好友 愿您生活美满 下次再会